歡迎收看大安 我是阿民 張偉銘 要來看到美國跟中國 這兩家火車部有它的對象在燒農 這順政典已經來到我們說的聯合國 過去我們看到美中沒錢 美國是頂修關稅 另外我們也看到 沾對華為還是WeChat這些 公司也好 都受到美國的這個禁令 那麼看到美國還有所有的clean network 就是要清潔的網路政策 都是沾對中共來 但是中共這順開始在說 美國他把他霸凌 電腦來看其實處處的霸凌 像中共在霸凌臺灣 這樣才是霸凌 所以我們看到我們臺灣真是無寬無寫 發霸凌的電腦是打人的 發救人 尤其我們看到中共就是暗截到這個疫情 遞輸到這個武漢疫情 這個病毒是拐全球 其他國家都不可以在訪議的時候 不斷派軍機 派南來到東海 南海 以及台海之間 進行到我們所說的 還有印度 邊境最大的這個衝頓 另外我們看到中共這順就開始受到 我們剛才說的 美國這個威度 所以習近平在七十五次聯法國大會的時候 發表說 不是死人 這個軍頭部比較大 就要聽死人的 這是這個習近平所夠的 所以他要求什麼 這個聯法國你就要主持公道 另外還要理行到這個法庭 促進到合作頂頂的 所以這個習近平說 要恢復到 他所說的 發育的這個國際秩序 但是他才是國際秩序 這個秩序就是我們說的這個紅色 所以也有人說 這是可能是紅色白毒 跟聯合國來幫票 另外我們也看到說 川普也沒有這個流軟 他之前說 聯合國就要開始追求 這個看不到這個中國白毒 也看到說 聯合國你就必須要對中國 他們所做的這個行為來負責 所以我們看到過去 現在我們目前 這個川普也說 中國政府和這個實質上 由中國控制這個世界衛生組織 他們都是講白菜 所以美國跟中國這段 戰場已經 跟我們所說的聯合國 我們今天透過節目 做回來對位 第一 要請台灣聯合國協進會 應有理事長 副明顯 主持人 各位觀眾 大家平安 大家好 第二 要請請衛生司長 土生鐵 第三 要請請中英語 後美索研究員 林正義 首先我們就要來帶大家看 這個美國和中國 戰場 跟這個United Nation 就是聯合國 請坐我來看 美國總統川普日日在聯合國台會演算 要求聯合國對救中國 和病毒打到全世界的接任 經紀英國公報公司BBC的報道 日日這天 美國因為新冠病毒 希望的因素超過二十萬 川普又說 世界衛生組織 是這個上是由中國控制 而且對我說 並沒有人團人這種錯誤的信息 中國主聯合國代表 中軍表示 美國說的跟聯合國台會的氣氛是完全無敗的 但中國主席是金兵是說 不稱霸不確定 此時此刻 世界最需要的是團結合作 而不是對抗 是相互信任 而不是傳播政治病毒 我們永遠不稱霸 不擴張 不謀求勢力範圍 無意跟任何國家打冷戰 熱戰 今年的聯合國台會是采用散電會議 其中一個重點 放在處理全球疫情的幾季 美中兩國之間 拚到的氣味要是真高 因爲法國總統馬克宏基礎 世界不應該受到美中競爭的影響 我們必須考慮的力量 因為世界正如今無法解決 中國和美國 在聯合國台會中辯論開始進行 台灣優邦史瓦蒂尼總理戴安波替台灣發言 戴安波共調說 台灣是一直有意義的參與聯合國 現在我們看到這季聯合國 這個美國頭剛才也說到這個 對救我們說Chinese virus 這個病毒 因為他是看不到這個敵人 我們看到川普是這樣說的 但是我們也看到說 習近平在這個聯合國頭頂 他說他沒有要請罵 但是呢 不是說逼誰的這個軍頭部 大聲就聽誰的啦 但是這句話 我們也聽得很差 我們也尤其說 逢百令的英文是我們台灣 這時候美國把他做為導 開始在聯合國來投救朋友 打人的發救人這樣對不對 習近平呢 中國的領導者呢 在這個演講的中間說 他們中國是不要對抗 不要稱霸 是 不要熱戰 不要冷戰 但是看中國過去 這幾禮拜來 他們所做的 是 對台灣海峽的 這些混音機 中國的戰機 戰艦 對台灣海峽 對台灣的這個霸凌 習近平這樣說這樣對 所以今天中國的主聯合國代表說 他們是要對他的公道 要對他的法治 是 這個要對他的合作 但是看中國對香港人的一種虐待 是 對新疆人那個... 他們的... 他們的... 人權的武術 對世衆人的一種... 人權的吞打 跟他們在國際上所說的 完全是兩個不同的戰處 是 所以我們還不相信說 習近平所說的 我個人是不相信這些事情 OK 所以今天去... 川普總統說 要中國扶植 OK 不是只有這個... 武漢的白毒 我太怕 世界的這些不穩定 這些混亂 尤其台灣海峽 南海 阿泰地区的這些... 可憐的這些衝突 什麼人是最主要的元頭 中國嘛 就是中國 中國解放軍 我們台灣沒有對中國任何的這個... 這個... 我們要求是一個和平對話 是 但是中國就不要跟台灣對話 尤其是他們對南海 這些都市... 他們在軍事法 去這些分議場 是 對付這些阿洲的國家 對台灣 對美國 對日本 這樣是中國... 習近平說他要對付好平 是啊 所以今天... 我是認為說 今天... 聯合國的事情 是 中國要付很大的職任 今天... 如果全世界大家說 台灣海峽 南海 或是東海有可能發生戰爭 或是軍事衝突 中國今天他要付最大的職任 是 我們也說到 這個聯合國有這個普世的價格 我們台灣一直在拜託在外面 我們待會兒好好的討論 就說台灣接人這個月底 但是我們也說得 我們說這個川普這回 也說過 打了很久 我們看到 過去差不多四十分鐘的演講 這回剛剛六分鐘 但是六分鐘裡面 他每一次說到這個 China 還是Chinese 十一回 要求聯合國 就要要求他們來 對他們所作的這個行為 負責任 負責任有很多種 這個說法 第一個是這個武漢肺炎 他之前 第二的就是說 我們說這個普世 負責任負責任的部分 國安法也好 還是說這個香港 我們台灣頂頂 都是要對到這個 國際地屬有受到這個變化 我們說這個 習近平一直在說國際秩序 他說是國際秩序 也有人說是這個 紅色變得到百票 在哪裡百 在聯合共來港幫票 接著我們請書頂 是這個COVID-19 這個感染 事實上已經三千萬人 他最受到害了 是 一百八十八個國家 我想他們很多都叫這個 美國生活生活說 這是什麼要負責 當然這個負責有兩種 兩種清楚 一個是說這是怎麼造出來 這個變動是什麼人造出來 實際上是那個動物 突變 慢慢突變 包括孫政立這個 他專門在研究這個 這個變學的這個變動 他也說這個 可能找不到 說從哪裡來 到現在為止都找不到 這個中間宿主 這個中間宿主如果找不到 他怎麼會跑來變人的感染 一開始的研究 他也覺得這個變動 竟然只有七十八十天而已 如果這樣 怎麼跳過呢 所以大家都想說 應該是實驗室做出來 當然那時候大家是這樣懷疑 當然我有幾個學者出來說 這就是應該是 這做出來 因為裡面有一個基因片段 是用一個我們叫做攝帶 做 要把它帶進去 這帶進去 這帶進去 這個基因片段的這個面子 剛好在中國一個實驗室做出來 所以因為這樣大家都想說 這應該就是這個 這有留下一個足跡 所以大家都想這樣 大家都想而已 不敢說 因為沒有政治 因為中國又沒給人去看 甚至派一個總君 就去把他 他們說實在是把他消費掉 所以這變成說 如果這不是你們做的 就給人去看 最好 什麼都沒給人去看 所以現在越來越多的政治 這個炎麵 這個炎麵 這個學者出來說 他斷言 他說 這個當然是做的 這樣 現在他們有參與到 所以他說這當然是做的 做的意思說 要利用併毒 當然併服的併毒 讓他變得更多 變得更多 變得更多 看得更多 比較適合傳染給人 OK 就是任為合行 還要傳染 人傳染 對 所以這個人傳染 這個事情 就是他們這樣變出來 如果他教育的說話 他說當然是啊 當然是 這第一點 第二點 我問是怎麼傳染 現在美國是成功到傳染這點而已 現在製作 因為這製作 我們要製作一個 派的併毒 這是反人類罪 這很重 所以現在要有政治 才可以說 現在就是說 要靠中國的這個學者 這個專家出來說 比較多 美國是沒有政治的 但是他們拖鑽全世界 美國是有政治的 因為他們在三月二三說 你都不可以跟他家裡 那時候 五百萬人走去 你不可以走去 你走去全世界 一百八十八的國家都對 所以這當然拖鑽 這拖鑽有兩個人有這個原因 一個就是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 共產黨有這個原因 他們也拖鑽 第二就是說 世界華盛組織 這當然這是以這個 譚德塞為主 他們還倒閉 倒說這沒有事情 這沒有人產人的政績 讓他全世界 全世界已經有危機了 他說萬千算不算不算不 這個Tetros這個部分 就是說他過去就是 替中國 甚至說你不能叫中國 往來大家都在封關 他還說不能封關 這就是要讓這個 拖鑽很多人 是 尤其我們剛才說 這段已經是差不多超過三千 三千一百萬人 尤其我們看 US United States 是最嚴重的 有六百八十多萬 這如果到最後 可能會五千萬 因為這起立 要等下來了 這個處理 也要有人傳染 要有時間 尤其我們說 今天這個美國 已經失望的人數 已經到達二十萬 全球也要 一百萬人這些人數 尤其這個中間 這段都沒有拜託 頭銘 我們看到他最近的所謂 都保持八萬元而已 都保持到八萬元 但是其實 我們也有聽到 很多風聲說 已經爆發到第二波 第三波這些疫情出現了 所以我們待會兒也會好話說到 這個專球 已經拖專球 但是這輩特朗普說到要專球 來做一些堆球 但是中共這段也是聽不下去 他說我沒辦法 或是說我真的就是中共 我這段比較舒服 不是像的軍頭部比較大 因為我們說美國這段開始在圍堵 尤其現在對到武漢危險的部分 在聯合國那裡 在這裡發救兵 我們剛才說到 可能不適合 但是他這樣做是圍堵什麼 我們知道就是這個全世界 這個重要的國家 尤其是美國 俄洲 他們都要求中國要調查 是 不僅是調查 而且要有這個國際組織 可以到中國大陸裡面來調查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北京的回應就是說 對俄洲來說 俄洲一定說要調查要究責 但是北京對這個俄洲有很多經濟制裁 不僅是有很多牛肉 有很多小麥 有很多酒 都有特別的調查 所以尤其是這個 原廠 這個來源的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這樣來 思想 一般像市長 剛才這樣說 你應該要有調查 這是沒有錯 調查之後 你不能說完全都激動 把這個國家來做這個調查 中國說有還是說沒有 當時北京自己說的 我們看到這個川普 這個聯合國說得很清楚 就是剛才蘇聯文說到 中國在封城 但是他的人民又有辦法出國 他說這個世界衛生組織 他根本就是中國來控制 所以要究責 要究責中國 而且他不怕說這個武漢會員 是 他還說中國怎麼來污染這個環境 怎麼來做這個海上 是 污染 這個珊瑚礁 受到破海 這個拋棄物 這都是跟中國有很大的 這個關係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聯合國 這個台會裡面 說到全世界的事情 但是現在全世界面對的 就是這個武漢會員 這個問題 全球在這個荷蘭裡面 我們也看到說 其實我們剛才這個 市長已經有說過 我們說到武漢危險 這個起源 有人說過期就是這個P4 是不是 但是我們說這個 都沒有跟美國 這個中國研究家 他也說過期 我們在香港 大學徵工藝學院 病毒 跟免疫學的這個專家 他這時候是到美國去 他說到這個病毒 可能來自這個實驗 實驗裡面 有兩種 未報心上這個病毒 Z這個XC-21 還有這個ZC-45 就是作為模範 人工合成 另外一個禁錄 是什麼 可能就是這個部分 中國科學院 武漢病毒研究所研究完 就正立 他說最初這個來源 可能是未報 但是找不到這個中間 這個受註是什麼 可能都英文都找不到 但是這群報告 真的就是 我們說一千 就跟比密 我們說的 真的是很關鍵的這個部分 還是有人說 他其實就是 都沒有出去的 這個說的都不遵守 我們還請請書長 是 這個原理問 因為自己本身 尤其他的上司 有參與這件事 所以他用一個病毒學家 他覺得這應該是 事件事做出來 是 而且他才說可能 他在回答 他說當然是 當然是 不然要從這裡走出來 很奇怪 因為自然要變 沒那麼快 而且也沒那麼毒 所以他才說是有可能 但是大家注意 因為要說這是要很大的政議 但是政議都奉奉殺 都社會 所以他們是好知道 他們是有參與的 所以有一些資料 你要擔任他下一個報告 他現在要準備做第一個報告 那個更加強 我會感覺 用政治上來的考慮是這樣 美國是要逼中國認錯 可能要給他一些賠償 他不一定要把他當作戰犯 但是你要說你散佈 這是有問題的 不是說把你當作這個反人類罪 反人類罪 反人類罪要像紐紐寶 大神那時候 心雜這個 中國人納稅 他現在說是他不夠正義 所以這樣 但是中國沒有認錯 越來越厲害 越來甚至說派兵來台灣 我們生來生去 你也知道說 你這個中國事不認錯 他要找一個正義 但這個延利問第二次的報告 如果有環境的正義 比較會從那裡走去 但是如果沒有成功 成功散佈病毒罪 這樣就好了 是 你害到全世界 這你要負責 這就是公告家 但是延利問 他們在說話就不一樣 他們說到晚上層 在說 這個是要做出來 當然他們說 要做什麼要待 是有惡意嗎 沒有惡意 大家都說 如果沒有惡意 做這個要待 所以現在慢慢會從這個豐陽去 當然我們是希望 希望說可以真相大 看說這是什麼人做 要什麼人輔助 當然他是雕工幫忙 他也說當然 這樣啦 不是沒中在的 所以這個部分 這個有夠雕工幫忙 還是雕工去做 我們政代社會分財 看他的第二份報告 知道了 就是說第二份報告出來 才知道是不是這個真正人工學生 但是看起來 這個態勢應該就是了 所以我們看到說 這輩特朗普 在這個世界 我們說 在紐約這個部分 這個聯合國裡面 可以看到 就是說 追求這個職員 如果是真正的 就是我們所說的 過去也有說過 競逐飛款 過去我們說是八國聯軍 這輩可能是五十國 一百八國 要來自己投錢 尤其投背上這個部分 但是我們又看到說 這個實驗兵 總統這個總司機 在這個四信會議的時尊 他怎麼說的 我們也有精力 就差不多兩分鐘的報告 先走來看 聯合國的75年 是人類社會迅速發展 國際形勢深刻變化 多邊主義快速發展的75年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 對全世界是一次嚴峻考驗 面對新形勢新挑戰 我們必須嚴肅思考 世界需要一個什麼樣的聯合國 在後疫情時代 聯合國應該如何發揮作用 聯合國要主持公道 大小國家相互尊重 一律平等 是時代進步的要求 也是聯合國憲章首要原則 要切實提高發展中國家 在聯合國的代表性和發言權 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數國家 利益和意願 要例行法治 毫不動搖維護 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 中國將始終做多邊主義的践行者 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 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 堅定維護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堅定維護聯合國在國際事務中的核心作用 是的 我們經常聽到國際秩序 這個秩序的意思就是說 他講堅定了 但是有我們就說 這個秩就是紅色 這個病毒在交流 我們說聯合國 我們又看一次United Nation 我們就是簡單 叫做UN 在美國總部 我們看到今年是第七十五次 聯合國大會 在這大會裡面 因為受到這個疫情的影響 大家都是受到四神會議的方式 我們看到聯合國有六個大會 這個主要的這個基礎 聯合國大會也好 還有安全理事會 還有經濟社會理事會 還是說這個特冠理事會 國際法院 還是說有這個秘書處 我們看到這個安全理事會 上任理事國 也看到說美國啊英國啊 這個法國還有這個中國頂頂 但是我們剛才也一直聽到 這個習近平一直在說什麼 這個特冠主義 他這個特冠主義 他這個特冠主義 過去我們看到有這個一大一樓也好 或是說 比較糟糕給他 但是後來都看到 他們變這個負責國家 另外 他就說這回美國開始在尋找他 所以美國是風險 就是什麼 特冠主義 就這樣說到美國 我們繼續請教這個部長 你怎麼看這個習近平的講話呢 習近平說的話 跟實在中國你所做完全不消息 習近平你說中國希望透過 對方的主義 是 大家來協商 大家來維持國際的特殊 建議國際法 但是中國所做的 沒有經歷國際法 完全沒有 在南海 在國際海洋的這個法定裡面 全體一直說 中國在南海那些囤頭做渡 軍事法是非法違反國際法的事情 中國違反國際法 是 他是透過單邊 大邊的主義 他就是去做台灣都反對 福利賓國南 新加坡 歐國 印度日本 美國台灣都反對 說中國總之 南海 都吃到他的 他的冷海冷土 都不對 所以中國是你說多什麼話 OK 總是聯合國生理的目的 很明顯 我去年 過去兩三年 在這個 台灣加日聯合國協議會 我們有去紐約 有去日內瓦 是 有說台灣要加一個 旅遊台灣要加日聯合國 在那裡選購 我這工作現在交給 新的理事長 徒乘貞 蘇貞 蘇貞 前蘇貞 我有加這些 我有支配 聯合國協議會 有支配 一百九十三個國家 會駐聯合國的代表 和聯合國的秘書長 說台灣 有那個管理 是 也有那個 政府參加聯合國 從台灣的名字加在聯合國 是 我有說四個理由 第一個理由就是 經濟聯合國的將頂 聯合國說每一個世界 每一個地區 一個國家的人民 八成都會有管理參加聯合國 這就是聯合國的剖析 第二 聯合國的現場 你也說 參加國際組織 參加聯合國是一個人民的管理 是一個人管 所以聯合國說全世界 不管是文化 經濟 經濟 社會 都會人管 都要這個保障 有那個管理參加 這是我 社會聯合國的秘書長 跟一百十三個國家 第三個理由 我說台灣 中國過去 我去參加聯合國的衛生部長說 經濟 一九七一年 二千五百年的聯合國台會會割議文 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共產政...共產的中國是代表台灣人民 但是你如果看 二千五百年的聯合國的國際問題 一九七年 那裡這樣說 說中國 在北京的中國 初代 中國的政權 只有這樣而已 不說是中華民國還是台灣 都不說中華民國 不說台灣人民 也不說中國 共產政府代表台灣人民 也不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這點 我認為我們未來 我們台灣的外交不好 還是我們租聯合國的聲音 要說二千五百年的聯合國 是...真實是這樣 所以台灣有管理 經濟聯合國的現場 台灣有管理 更重要就是說 台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民意挑戰結果 都希望種台灣的命 用台灣的命 種台灣的命 參加努力的照頂頂頂 世界衛生組織 是 台灣過去外交部 台灣外交部 給我們資料 過去差不多二十 二十通年 台灣完全全世界 差不多超過六十五億美金 六十五億美金 所以我們台灣真的可以在國際上做很多事情 但是我們看到處處就是給這個中間來去打壓 尤其我們說要進入聯合國 你的這個 Passport 就可能也有這個困難 尤其我們說這個安全 理事會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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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只要中間一票 就是把你撞掉 我們就沒辦法進去 但是用台灣的命 來去遮現建國濟聯 這是我們大家所有的這個願望 尤其民意的這個基礎 已經有差不多八成這個部分 繼續我們要請教這個書長 我們待會兒也說到一項度 這項度就是說 這個錢撒得比較多 可能可以在這個國際組織裡面 講大聲音 尤其這回我們看到 習近平說要投入五千萬 要人就救完就好了 他前來幫忙就好了 錢在這個國際組織裡面 到底起什麼作用呢 這如果中國 現在全世界 聽說是第二次大的 如果說五千萬 實在是 覺得說實在是很減少 沒有啦 只有這歲而已 只有這歲而已 是啦 當然他現在是說我用一些錢 把你們說一個看待的 也不要反對 但是我們剛才說 就經營背款 是一百八十八 國家要給它背 所以現在這聯合國 外交其他的州邊組織 很多都中工用各種方法去給它掌握 當然這個什麼掌握的方法 就是教我們大家都說 坦德塞怎麼會這樣聽話 還是因為有什麼把病 還是有什麼好康 還是什麼 所以現在這是很適合的 所以現在這個聯合國 所以說世界有新組織 我們有一個種子 他就是說要讓全世界 這邊都來 這邊因為COVID-19來以後 大家發現嚇到 大家說奇怪 台灣它不是世界有新組織 是一個國家 台灣它不是聯合國的一個國家 我過去有段時間 白的國家的英國 他也說你剛才不是 他們不知道怎麼不是 他說你應該一定要死 如果這樣 就都違比這個 世界有新組織 聯合國的種子 是 尤其是世界有新組織 因為這個健康 健康的議題 沒有國際 沒有國政 沒有 他就大家都會傳的 不然這個防疫的部分 會漏一箱 但是這邊的防疫漏很大箱 但是這個我們算模範生 大家覺得很奇怪 所以現在很多國家 開始覺得 台灣不可以用正式的方法 在世界有新組織 在聯合國 來幫忙今天的國家 所以沒辦法 做完 模範生不可以支援 你在做什麼世界有新組織 所以大家都說 可以關起來 可以關起來 所以這就是因為這樣 美國也避免說 你如果這樣 另外創一個 不要參加 你說另外創一個剛才好 因為我請問說 理論上 可能美國會另外創一個 美國如果用一個 WHO without China 或者說 WHO with Taiwan 沒關係 我很建議 我們陳建仁副總統 可以去做幹事長 一定比這個 他都可以做得好 是 我去做就比他們更好 所以這個 就是說 現在美國已經對這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 利用控制這個世界相關的組織 裡面已經來 想要這樣 所以現在 要打人 發救人 就是因為他有辦法說 如果這些人控制 所以到時候 他會做一個對 他比較好 對這個美國 比較賣的這個 質疑 所以川普當然說 如果這樣 乾脆不要參加 乾脆 乾脆 不要參加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 WHO 那時候 想說是這個 CHO 真的就是China 這個Health Organization 這時候已經變成這樣 但是川普 剛才這個書長也說 WHO without China with Taiwan WHO without China 就是保護 中共這敗 這時候真的是 我們說在頭拍 法律說頭拍 所以高威智在這個世界 衛生大會 說這個五千萬的 這個美金 差不多十四個代表 說要支持聯合國在 風雨也好 人道主義 價位也好 剛才我們也說到 組織裡面 尤其是國際組織裡面 所以你錢 如果放那麼多 你說話就比較大聲 我們也看到說 美國在這裡 雖然他是減二十二% 差不多是中共的這個一半 但是有報道也有說 美國是最大的金錢 但是有時候都會缺錢 但是這樣一筆下去 我們也是說差兩倍以上 尤其還有這個 日本 帝國 英國這些部分 都是這樣說 我們說聯合國 入這個會費 入最多這個頭五名的 這個國家 但是我們這樣看到 就是說 哇 真正的 要用錢來買專給的這個原料嗎 這樣會讓我們繼續聽我們的高雄 我們可以看到其他的國家 美國 英國 還有俄羅斯 法國都是這個五大常任理事國 但是這個中國特別不一樣 中國在聯合國專門的機構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他都很積極派他的官員 去領導去管理這個組織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 其他的國家不知道什麼第一 但是中國有特別特別的目的 用他都在裡面 安插他人馬 不怕這個秘書長幹事長 這個副秘書長 可以說十五月裡面 差不多有載率的 都是跟中國的國籍官員有關 所以我們也知道說 這個中國和俄羅斯說 他說是多邊主義 但是他透過他的任務 他可以來控制這個台灣 跟這個組織接受 他可以控制這個組織 是不是要來提出來配平美國 還是低控美國一些提案 所以我們知道說這個 國際組織 我們台灣之前說 197年 我們提出聯合國 但是我們還繼續有聯合國的研究 我們問他特地 不管是李前總統的開始 1993年的開始 要來加立這個聯合國 我們再一次透過這個公民投票 是 看到底是要加立 還是公民投票 重返 但是我們知道這個兩千塊八年 我們有這個公民投票 這個標誌說我們台灣 除了說不在聯合國裡面 但是我們對國際的貢獻 原來是一樣 不過最重要就是說 我們原來要有一個政省 跟其他國家來交往 跟其他國際組織裡面 來參與的管理 是啦 真的 但是我們看到的中間 他就是岩差異的人罵在這裡 在看的時候 這個世界衛生組織 還有他們助理總幹事 這個人民會 他是政中國國家衛生委員會 國際合作書的這個署長 這個United Nation 國警察 不用說了 護備署長是老前面 他們政中共的外交部 這個副部長 這個觀眾朋友 如果是有這個 有心去看這個United Nation 聯合國這個網站 去好好看 如果是中文 都是什麼 這個比較簡單版本的這個法基義 所以裡面下來 究竟可以配平美國也好 配平其他國家 聯合國你的副設計 在哪裡 我們等一下去上市來看 另外還有這個世界貿易組織 WTO 他們的副總幹事長 這個益消費 也是政中國 商務部 副部長 另外這個國際電信組織 ITU 所以秘書長 也是他們的 所以美國這座帽 在說clean network 就是要把這個中國 很難看 像是華為 這些派記錄的這個電信 或是說手機 食費上 真的要把他貼圖 但是我們看 他們就是安插 很多中國人的媽在裡面 另外這個iQL 就是國際民航組織 正中間民用 航空總教的總幹事 所以我們過去也有印象 就是說 台灣要參加這個iQL去打 另外還有這個聯合國 這個農業組織 FAO 他也是政中國農村部的這個副部長 所以我們看 日空空青年到現在 有十一位官員 北丹永貴聯合國 也是說相關國際組織的這個領導 這個位置 目前聯合國有十五位 這個專門機構中 就四位領導的這個這個 一位去到中間 來去為了占調調 所以雖然說 我們在國際上 我們的法 臺灣 can help 但是他們在國際組織 這個安插 就是怎麼做 臺灣 進來聯合國 還有所有的這個國際組織 所以臺灣人民 我們剛才也說到 有差不多八成這個 入聯合國 這個基礎 真的這個基礎 怎麼繼續打進行 但是也有人討論說 是不是用臺灣的名字 還是用中華民國的這個名字 來做進去這個聯合國 我們也先走來看 COVID-19在世界各國也未動點 臺灣雖然在這次 風力表現受到國際慶典 也有世界都歐漏的健保制度 不過要進入聯合國 經常受到中國打壓 臺灣聯合國協進匯 臺灣要強化和美國的關係 要帶到這個時機 重心加入聯合國 不如各國民黨 是指定以國後 中華民國的名字 重心回到聯合國 前國民黨的青年團總團長林家興 要在這個國會發起ROC-UN 歡迎在港隊的人數換檔 各種臺灣國際看 在WASHINGTON POST 就是希望在聯合國台會開機機関 讓世界看到臺灣 有民主和團結的心 兩者參與國際事務 提供我們進入聯合國 哪個意見雖然不一樣 不過都希望收集到更多民意 讓世界看到臺灣人民 有民主和團結的心 兩者參與國際事務 說讓我們在健保醫療上官的轉中 現在我們剛才有說到 就是用臺灣的名字 來去聯合國 也是用中華民國這個名字 有人說這是真的 我們剛才說二、七、五、八 這個國際文已經說過了 這個部分應該是臺灣比較適合 但是也是不同的聲音 所以這段我們也看到是ROC-UN 但是我們看到在國際上 也有很多優邦和我們更好的國家 在討論臺灣 第一個要先帶大家來看 是這個歐洲主代的代表 這個Gary Conn 他說在推特上面 打算到聯合國SDG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這個部分 就是英式發展 也提供說歡迎臺灣 推動英式發展的目標 也在這個文的上位 又說一次 臺灣 can help 這回就是我們武漢疫情 真的做得這麼好 我們也看到歐洲主代代表 把我們堅定 另外在這個聯合國台會頭上 真的是用到這個事情的方式 把我們發言發生的 還有這個十瓦帝尼 這個中立的 他在這個聯合國大會 提供聯合國不應該 為了到人好人 包括Chinese 就是Republic of China 臺灣就是我們臺灣 另外也看到說 之前這個AP 我們看到這個美聯社 我看到這個地方 我們上面也有說過 就是說美國主聯合國的這個 台賽 Kelly Craft 那時候和我們美國 紐約這個TACO 處長來做記憶 所以我們看到說 在這個中道當時 他說很明顯 我們幫助他們 就是我們臺灣 回來到聯合國 所以他說 Obviously We really are pushing for them to be back into the UN 所以這個to be back to the UN 使用什麼名字 back to the UN 然後也是一個大家在討論的問題 我們繼續來聽我們的這個報告 其實我們看起來 ROC UN是一種可能 Taiwan to UN back to UN 也是一種可能 但是什麼更有可能 我想要做台灣的名字 自己聯合國 下車是說要做ORC 中華民國要重返 又回到聯合國 我想中國都會反對 不是說中華民國要重返 又回到聯合國 在台灣的國內 好 在國際想要怎麼做 我建議幾項 給大家做成果 第一項 因為國際想 你說你們台灣人民多少人 你們民調說有八十 八十 都贊成要加一年 但是人民的倒票 所以我覺得 我剛剛就說要做公民倒票 做公民倒票 給台灣人民兩千三百五十萬 人民表達 你如果說有超過七千八千的 台灣人民說要加一年 要做台灣的名字 這樣國際想就有率學力 是 我們說這個一空空八年 當時也有使用 台灣的名字要10年 然後 但是當時這個倒票率 差不多是三三五年 所以當時 所以我是認為說 我們還要繼續開動 送台灣的名字 加一年六國 或是加一年六國 的糟糕 這是一項 是 要剩下國際想說台灣人民是有 堅割 就是說這十二年來 已經增加很多了 第二 你如果說 叫美國 叫這些 薩地尼的辦公國 聽我們說得很好 不過 我們台灣的總統 一定要很明確表達說 我要加二年六國 像台灣的名字 要加二年六國 所以你說削總統就要標台 一定要明確 因為他以後空七年 變成總統 他當總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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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給聯合國秘書長 說台灣的八世 我代表台灣的八世 要當台灣的名字 跟聯合國 OK 沒有先說 總統全世界的人 都看說 你們台灣的總統 最高的領袖 你有表達要怎麼做 沒有 所以我認為說 蔡英文總統 我過去也希望說 你開國際記者會 表達說要當台灣的名字 跟聯合國 甚至他自己寫 給聯合國的秘書長 我想這是第二項 我們可以做的 當然 我認為說 現在我們口罩外 因為這次武漢的危險 什麼事情 我們台灣的口罩 讓很多 送給外國 我想我們做得很好 所以今年很可笑 就是說 在五月中的WHO的台肥 沒有正式開肥 種視訊 所以如果說有投票的時候 如果有投票的時候 過去 也要在二空空 那個SARS之後也有投票 可能差不多四十個國家 甚至九十個國家 就過半數 這東西我們要透過政府 或民間的組織 做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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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繼續做 OK 最後一項 我是建議 是 菲律賓 各中國說 在南海侵犯 南海 他們的 靈海 靈土 威脅 國際法 自由行行 揮行的 國際法 管理 所以台灣 我是覺得 台灣透過國際法庭 可以各中國 甚至也可以各聯合國 社聯合國 保釋 違反 國際人權 是 不讓台灣參加聯合國 所以我想 這時候當然很長 但是 你如果說 透過國際法庭的 規模 我們台灣代表 美國的代表 日本 歐洲 歐盟國 都會支持台灣參加 是 所以這是我們可以來做的 所以我希望說外交部 或是我們民間的團體 是 可以來做回來 OK 受諸到這個國際法庭 可能也是一個 真面目的方式 尤其我們說 剛才這個部隊 也有建議就是說 這個川總統 真的你就要打開 對於標台這個部分 用台灣的名字 來去請出 請出標達 我們的意志在哪裡 剛才也有一直討論 另外一個方式 是ROCUN 用Republic of China 用這個名字 要去到UN 其實這個我們看到 他這個人數裡面 他還有ROC 雖然有ROC 但是他也沒有 寫著這個台灣 但是用這個 看法把它包起來 但是ROCUN 那不是真正是真辦 我們繼續請出場 這個ROCUN 這是在騙人 當然順利是我們的 班高國 我們現在的國名 叫做ROC 掛號UN 你知道嗎 掛號也沒有 但是他應該說 但是美國 還有這個位置 今天很多國家 說要支持台灣 是聯合國 或是說應該去開票 沒有一個說ROC 沒有一個說ROC 都是台灣 他不是說我們做的名字 全世界都要打破 我們都說是 美人台灣 沒有人說 MIRC 沒有這樣 所以全世界 是認定是台灣 我們台灣自己認定什麼 這沒關係 這是一個國家的名字 或是要參加一個國際組織的名字 我們可以來公道 是 讓大家來決定 你要討論好 要去ROC也好 要去台灣也好 甚至要去其他也沒關係 但是這個 現在想要提出這個ROCUN 這騙人 因為在2008年 已經有馬英國騙過一遍了 那時候我們就要推入聯公投 他說如果他要推反聯公投 反聯公投 反聯我們會說 他給他掛出來 為什麼我給他掛出來 這樣啦 倒回去啦 我要倒回去 你倒回去 他也有人在坐 所以我們說到2500 這個國議院裡面 這個代表是正確的這個賬款 可能也是說到這個中華民國 所以我們這時候為他這班 可能才是台灣 他那時候是沒有說到中華民國 他說蔣介石 賬款 賬款 是 給他支出UN 都沒有說到ROC 當然也沒有說到台灣啦 台灣到現在有幾個月 不需要一遍 在那裡 因為我們台灣這是一個實體的國家 是 中華民國有一遍 沒有錯 但中華民國走來台灣 怎麼會有台灣一遍 不是這樣說 他在說 是在說我們台灣這個國家可以去去 不是說ROC可以去去去 OK 是說讓我們 反映我們台灣的意思 OK 所以這個部分 別人叫 在香港被人玩過這個把戲 結果他說 我們要來返年公投 結果叫人不要去領票 這是不知道 信息還是有可能 叫人自己在公投 叫人不要領票 因為他知道 那不會過 人民的意志可能也錢過 不會過 就變成過半數 因為他漏了 但現在也遭到 現在這個世界的氣氛 台灣要去UN 是開始有很大的機會 但是你用台灣是很有機會 用ROC是沒有機會 因為你要跟他關照 不可能 我們自己拿一個椅子去坐 那是有可能 全世界 就是世界事情之後 只有十幾個而已 現在一百九十幾個 其中的一百五六十個客人來 都由他們母國獨立出來 都自己拿椅子去坐 所以自己拿一個椅子去坐 用一個心意 獨立的國家 自己去坐 這是叫做入連 現在叫做反連 要用ROC的名字 因為最快要來護照 大家就說ROC 叫PROC 都要有錢 糕糕糕糕 所以很怕洪五花 大家現在正在收這個護照 要把台灣圖繩 要把ROC 縮小 雖然三百年 都變成小 PROC亂 在這個氣氛 在走這樣 中間現在突然又說 我要ROC 這選擇就是ROC 要來護照 又叫一空空八年 那個馬鈴薯那時候 要來護照照 因為為什麼要來護照 因為這邊有可能會過 所以你們又要來護照 所以這個部分 拜託我們台灣 要加熱兩國 大家要警戒 不要用這個名字結束 我們要用公道 要用台灣還是ROC 用公道來證明 來證明 來進入聯合國 這個部分 也是李政匯總統 雖然他做過國統會 但是沒有人 也是說要用證明 證明 要用什麼 用公道 所以這個部分 我覺得ROC 因為這完全是粉癢 速聽用的 完全是來騙的 是空空騙的 騙過一遍 拜託大家不要再騙 所以我們也看到說 這個史瓦帝尼 雖然他什麼 Republic of China 台灣 但是這前的說明是這樣 但是要以什麼形式 進去跟聯合國 大家也是在討論說 是不是這個已經有看到 真的有可能要繼續進去 但是我們看到這個美國 這個駐聯合國 這個題材 我們剛才也說到 這會和我們台灣的處長 尤其是我們說 上禮拜就看到這個消息 放出來 尤其在這個AP 這個消息放出來 中間一定是起伏伏 但是我們說 台灣要加入聯合國路 真是亡人翹翹 中間又幫你動一下 動一下 雖然有美國這樣插頭的作用 但是美國還有辦法安裝方式 來跟台灣 來討論 來合作台灣 我們知道我們外交 政策的外交十五個 但是美國 透過台灣跟美國 有一個專求合作的 分農架構 中很多的國家 無法高的國家 東南亞的國家 南太平洋的國家 都官員都請來到台灣 所以美國跟台灣 我們可以知道 1960年 我們有一個非洲的方向 美國沒有自己本身去援助這個非洲 是 他知道說台灣有很多需要 來穩定 來增加 來確保這個非洲的方向 是 他有很多經濟的援助給台灣 讓台灣去非洲做這個先鋒計畫 我們大家都知道有一個叫楊西坤 這個次長 所以美國跟台灣 可以來拔他們很多很多角色 但是我們要知道 聯合國不是百分之百 大行動有法度 是 但是我們看到前禮拜 這個美國 這個川普總統 來調整 這個伊勢勒 跟巴林 跟阿拉伯 聯合 球長 大公國 但是我們看到它建高 這是聯合國很久很久都沒辦法做 是 就說拿名這個Nobel 對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 這個聯合國 我們要加進 這是我們的理想 是 但是我們的理想 不能放棄 我們要知道說 你這個人要有現實 但是你放棄這個理想 你就完全都沒辦法 加這個聯合國有什麼關係 所以我們臺灣對聯合國 應該要有更多的研究 更多的參與 不怕這個聯合國的活動 還是其他聯合國跟我們專門機構 跟我們的關係 這都是我們要去農留的地方 有的啦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這個外交人員 好 都很大便 尤其我們看到這張圖 這個AP 我們這個TACO的這個處長 過去是這個市處長 所以他們都很認真 為我們在國際上發出我們這個聲音 尤其這個代表是什麼 代表是我們真的這個開始 有在把我們砍 慢慢把我們砍 垃圾在聯合國裡面 但是我們人民這個疫情 到底在哪裡 剛才我們的部長也有說到 人民我們所有的基礎 怎麼還把QR來 尤其我們說過去 日空空八年那個人工島 差不多 票數也很多 但是整個這個疫情來看 票數也沒有過那個 但是這回這個工島的這個 已經漏空起來了 所以非常有機會吧 台灣的這個工島法 以空半年我們有工島 去拿票 拿票說要所有的公民所 一半以上 一半以上 但是那邊我們都差不多四十 他都要四十七% 要省差不多三十一% 但是去投票出來的人 百分之九十幾 所以這點我是譬如說 這個工島法 現在門檻已經降低 是 我想現在可以更加 台灣要加二十六個 想要改國名 國歌國土都可以投過 公島是最好 總是工島法 在兩年多前 在民進黨的主委 改國名國歌 我參加工島的組織都不能 都不能 憲法規定的都不能公島 OK 我想這點 我對民進黨也有在那裡 失望 所以就跟你打死了 打死了 所以我們現在說 要加二十六個 要遮限制名 基本就不可以做公島的議題 只可以透過 修改憲法的項目 修改憲法的項目 不可以告訴我